子官区鹅阿寮渔货直销中心正式开幕了 全栋两层楼高的建筑以大船入港作为设计异象 内部共计有116个摊位 代理市长许立明希望能够提供游客更加舒适 新鲜又卫生的渔货采买环境 吸引消费者到产地观光带动渔春发展 子官区柯子寮渔货直销中心9号热闹请用 代理市长许立明总统府秘书长陈菊 渔燕署长黄宏燕及多位市级立委等人 共同剪彩场面相当热闹 客子寮观光渔序厂原本以铁皮加盖而成 市府积极筹编辩预算 争取农委会渔燕署补助 耗资8800万元在原址改建成为 科子寮渔货直销中心 探位区分成生鲜区 现捞活体区 熟食区总共116个探位 并规划便利商店区 游客服务区与这地商品展示区 我相信这一段过程的不安定 这样的一个等待是有代价的 我们今天的渔货直销中心正式的成立 大家可以看到这么漂亮 未来大家做生理不只是更稳定更安定 不用再这样搬来搬去 我相信我们做生理的环境也逼疫情 我相信可10倍100倍以上 徐立民表示 科子寮渔港是全台时代魅力渔港之一 兼具渔业生产与观光消费 而直销中心临近子官区渔会 渔货可以直接到直销中心贩售 提供消费者安全卫生新鲜的渔货产品 增进渔民受益 我相信未来 刚才一直在说到 我们既准樑楼下来 经过我们HACCP 大家都在说HACCP来行的災 我用比较白话一点的口吻 它其实就是一个无无懒的国际认证 这是全台湾第一位 我们主管辉会的辉士庭 经过HACCP的拍卖市场之后 直接进到我们的直销中心 所以我们所有不管在地 还是外地的观光客来这里消费 一定能买到我们全台湾 同新鲜 同班里 现老外的鱼鱼 这个就是我们鹅仔寮 最具有竞争力的项目之一 徐立民表示 是不重视柯子寮渔港地区建设 有效改善渔民朋友作业场域空间 也欢迎市民到柯子寮 品尝美味海鲜及体验在地渔业文化 港督新闻 林田阳罗绍军 采访报导